准时收看 古奇一行者的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忘了 举起你的手指头点三下 第一下给老师按个赞 第二下分享给你身边的投资朋友 第三下按下订阅追踪我的影音频道 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奇样子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玉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子期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上涨115点来开出 最高点出现在早上一开盘的8.45分 来到18105 那么最低点出现在上午的9点31分 来到18023 整个震荡区间仅仅只有82点 但是现货的成交量却是增加 来到了3277亿 那么老师今天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如出一策 各位同志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在大型科技股财报公布的前夕 这个市场上低阶的买盘积极的进场 推升昨天美国股市全面反弹 那么台子也就延续 夜盘的走势 今天是以上涨115点来开出 那么各位投资朋友 还记不记得 昨天台子期的行情 在下半场神龙百尾 几乎是收在当天的一个最高点 在昨天的盘后节目里面 老师就特别告诉大家 我说啊 这是市场上有主力啊 刻意在灌压全职股来压低指数 而且呢 整个多头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多方的动能啊 还是相当的充沛 果然今天一开盘就大涨了100多点 所以呢 是不是所有的行情 都是在老师的预料之中 甚至呢 今天啊 整个走势 跟昨天可以说是如出一测 你可以看到今天跟昨天都是一样开高之后 一路往下回撤 这个时候会让很多想做空的投资朋友 忍不住来进场 因为呢就好像感觉到 今天有可能会开高走低 出现大跌的走势 但是呢 最后行情啊 马上又出现了一个转折向上的走势 那么如果想做空的投资朋友 在前面啊 这一段行情下跌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进场去做空的话 恐怕还要再被修理一次 那么各位 其实市场上真正的高手啊 大家要知道 没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 其实只有一个地方 比别人更厉害 就是呢 能够比别人更早一步 洞悉今天的行情 如果你能够了解到 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当行情出现的时候 你才不会去追高杀低 你才能够做出最好的一个选择 那么怎么样快速掌握今天的行情 各位可以透过我们的看盘口诀 稳盘靠现货 公式看期货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个字 但是呢 只要你能够熟练的运用它 就能够比其他人更快掌握今天的行情 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早上在9点04分 当大盘开盘只有短短的4分钟之内 透过老师所讲的这个方式啊 怎么样来分析 解构今天整个盘式的一个变化 今天台子前5分钟是成交了4246口 一样它是大于过去的5日均量 4042口 那么现货的部分呢 今天开盘是成交132亿 也是大于过去的5日均量107亿 而其现货成交量放大波动率上升的情况之下 今天早上台子的涨幅是落后给现货 但是呢 电子的涨幅是里兼台子跟金融 所以按照过去我们的一个看盘的法则 今天是一个多方控盘的结构 但力道有限 要怎么样 拉回可以寻找一个买点 因为很容易有反弹 所以各位 如果在每天早上大盘一开盘 你就能够知道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对你的操作是不是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么呢 很多人在早上真的没有时间 好好坐下来 分析盘面上所有的数据也没关系 你只要跟着我进场 每天我会在最快的速度跟时间 把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数字整理出来之后 让你不需要看盘 不需要开电脑 你只要收到我的讯息 就能够比其他人 更快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么既然今天早上 我们是一个偏多的格局 那么如果还能够再掌握到 在开盘的当下 主力是做多还是放空 对我们盘式的判断 当然就有更大的一个加分的效果 那么怎么样知道主力开盘的多空动向呢 这时候可以透过我们的独门指标 就是我们的预估开盘价 今天的预估开盘价是18090 各位 这是在每天早上台指期8点45分开盘之前 系统所计算出来的预估价 那么等到8点45分实际开盘之后 我们把实际开盘价跟预估价做比较 一秒钟就知道主力的多空动向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的一个截图 我们看到今天是2月1号 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是18090 今天实际开盘价是18100 当实际的开盘价大于我们的预估价 就代表主力在开盘的时候是偏多操作 我特别要讲一次 也许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判断 很简单的道理今天就是因为在开盘的时候 多单是大于空单 所以会把整个成交价往上给提升 那么谁会在开盘的时候积极进场 当然是主力跟大户 所以透过这种方式 当实际的开盘价大于我们的预估价 就代表主力在开盘的时候是偏多操作 我们再来看到公布的时间是在早上的8点40分 那么各位每天早上在开盘之前 我们的会员都会收到这个预估价 等到实际开盘之后掌握主力是偏多操作 那么既然我们判断行情拉回找买点 主力开盘的是偏多 所以这时候当行情回档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好好的来看一下 哪个地方才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位 那么事实上我们凭良心讲 今天因为盘中行情变化比较小 不管是量能还是价差 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参考依据 其实这个时候怎么办 老师特别想到了其他的方式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最低点找盘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怎么样透过最低点来找到 好的一个做多的点位 其实可以透过所谓的 时间序列法则 你可以看到 从这最低点到左边这个转折 这一段如果你1比1等比例把它移过来 当它符合这个等比例的条件 它并没有跌破这个前波的低点 往往就预告了行情有机会止跌反弹 因为这个地方的原理 就像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头肩底的形态 那么有时候可以把它放到盘中的走势来看 最低点左右对称之后可以形成两边的一个肩部形态 所以在当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老师立刻进场做多 我们就是在今天的10点04分 各位18048的地方进场做多 虽然今天整个震荡区间仅仅只有82点 但是如果你能够透过一个好的操作技巧的话 在这里进场做多 其实一口单也有超过40点以上价差的空间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很多人认为这个行情大小有时候 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切入点位 那么事实上因为你都是用一般的看盘的软体 但是这些软体都有它的一个局限性 那么行情变化是千变万化 这时候你必须在有时候要利用自己在盘中的一个直觉 再加上自己本身的操作技巧还有经验 同样的能够在这样狭幅正当的行情 找到好的切入点位 所以不管行情是大是小是多是空 这些对当初来讲都不重要 你只要能够了解到今天的盘式架构 加上当中指标跟操作的技巧 每一天仍然是有机会把行情变钞票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会员收到的简讯 今天早上在10点04分 2月起始18048附近收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当初智能指标 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 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炒得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我们的智能指标最重要的就是 点位非常的明确 绝对是看得到也做得到 没有什么正负10点或是正负20点 这种模糊的抠讯 而且老师每天都会按照行情来调整猜数 还有出手的策略 一般来讲我们的智能指标是属于突破策略 当像今天行情往下的过程里面 会触发我们的空呆讯号 但就是由于早上一开始 老师透过盘面上数字结构的变化 判断出来今天下方往下走往下跌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投资朋友 就是老师的会员 进场之后打到停损 所以我们反过头来 在利用行情开始震荡的过程里面 反而去寻找适合做多的这个时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老师往往都要去调整我出手策略 因为我知道 我希望每一天带领会员朋友进场 都能够提高我们的胜率 而不是死板板的跟着讯号 做多就做多 放空就放空 因为盘面上其实有相当多的资讯 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 在这地方老师特别提醒大家 在市场上绝大多数的分析师都是讲股票 那么当股票或是个股表现不好的时候 或是行情不好 这时候呢再来讲一些指数 其实大家都把焦点放在股票上面 那么盘面上有将近1800支个股 那么这些股票在发动的过程里面 他去看股票都来不及了 怎么会有时间来注意这些细微的变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老师带指数 都带的并不是很理想 因为更重要的是 他们没有时间来照顾这些做指数的投资朋友 那么如果你想要在做指数的市场 能够比别人更强 能够比别人享受更高的胜率 这时候你当然就要找一个专业的期货分析师 而在全市场你可以看一下 就几乎只有老师邱老师一个人 专门讲指数而且是从一而终 我从早上8点45分一开盘 到1点45分收盘 全心全意就是在看盘面上 所有指数跟价差的变化 如果你想要在明天进场的时候 比别人更精准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永诚国际头目 秉持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领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成国际头部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一软体设备 稳固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成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成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催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除了早上在9点04分 我们给的第一首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 我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大型科技股财报公布前夕 买盘逢低进场 每股大幅反弹 那么第二个 美元指数重挫 创近半个月新低 有助外资的买盘回流 那么第三个 在封关前夕指数开高 获利了结卖压出荣 这个有待市场消化 第四个 全职股相对疲软 18100连续扣关实力 引发技术性的沙盘 我们来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呢 结构显示是多方控盘 但力道有限 封关前夕退场者重 但电子期的涨势是稳定领先 盘中如果有效消化卖压 仍然具有反弹的契机 所以各位 如果在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也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些资料 我相信你就能在最快的速度 掌握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比如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单的人只看利空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 专业的操盘手 想要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我认为应该啊 要同时吸收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就像小时候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你要进考场之前 如果能够拿到 像这样的一个重点整理 对你的成绩一定有相当大的帮助 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辛辛苦苦的找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 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只能不管你是想做多 还是想放空 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架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那么呢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 行情来的时候 选股票不如做指数 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老师在节目里面 特别提醒大家 我说整个多头格局没有改变 多方的趋势动能也还在存在 也还是非常的充沛 行情仍然有向上走的空间 可是呢 现在大家都会发现 选股票的难度是非常高 因为肋股轮动的速度很快 那么既然我们对往上走的 这个信心十足 但是呢 大家对选股啊 确实没有把握 所以我认为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直接来做指数 因为做指数 只要往上涨 你不需要特别去选股 涨多少 你全部都能够掌握在你的手里面 那么就算行情拉回的过程里面 大家呢 做股票只有跌的多 跟跌的少而已 但做指数 你可以快速的华力转升 也能够透过做空啊 快速赚到行情回挡的这个空间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到 在道琼指数的部分 那么呢 前天啊 行情出现大跌 当时我特别跟大家讲 我说白色的这条线 是前波高点所延伸的过来的支撑线 而且目前是跟月线有重叠的迹象 也就是下方啊 有双重的技术面支撑 在没有跌破之前 千万不要用一根K棒来决定你的多空看法 果然在前天大跌之后 昨天大涨 而且呢收盘价还越过了之前的高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可以发现多头格局并没有改变 这就印证了老师所讲的 在联准会下一次降息之前 美国股市基本上是怎么样 一涨难跌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到 在纳达克指数也是同样 前天虽然出现下跌 感觉上快要来回测这个支撑 但昨天啊出现一根长红大涨 马上就化解了整个趋势线的反压 而且月线同样是一个 转折向上的态势 整个多头格局还是没有改变 那么呢我们看完美国股市 来看大陆股市 代表大陆股市的A50呢 今天啊 可以看到在盘中的时候 出现一个急跌的走势 很多人都认为 行期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 但是呢 依据老师过去的历史经验 我说过 在农历前后啊 其实不管是大陆股市 还是台北股市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涨多跌少 所以呢 在前波低点没有结束之前 我认为拉回 仍然可以逢低来承接 但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要守住前波的低点 当它跌破的时候 就立刻要实施一个停损的动作 那么呢 只要你在这里逢低进场 设定停损 也许你可以买在这一波 回档的相对低点 所以从技术面来看 感觉上好像相对是比较疲弱 但是按照过去啊 历年来的一个农历前后的走势 我认为行情仍然有向上走的空间 大家可以特别的留意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 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昨天我们特别讲 行情经过连续性的盘整之后 微微有向上突破的这种空间 但是呢 在技术面啊 可以看到 它不仅仅是没有啊 昨天没有往上走 反而出现一根长黑的走势 那对我们来讲 当然对台股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利多 因为美元如果走强 外资为了避免汇差 往往都会卖股票换钞票 但如果美元走弱的话 外资呢 就会积极的把钱汇进来 而且呢 这时候会把钞票换股票 所以昨天美元指数的大跌 可以看到盘后啊 这个很清楚的 这个外资买钞的手笔 又比之前来的更大 所以美元的强弱 会非常明显的联动 整个外资对台北股市的动向 假设在这个地方 它往下再次来回测月线 甚至跌破的话 那么对下面的一波行情啊 我认为就有相当大的帮助 因为毕竟外资是整个市场上 最大的一波阻力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大家可以发现哦 那么呢 量能这两天啊 明显的出现反弹怎么样 量能逐渐的在扩张 虽然呢 没有像前面这么大 但是要记得 我们所有的分析的数字的高低啊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大小 而是相对的大小 因为呢 前面这两天下跌 你可以看到 价跌量缩 那么这两天反弹 价涨量增 所以光是单纯 从整个价量分析上来看 这两天的反弹 基本上已经可以化解掉 前面两天大跌的 这个空方的气焰 假设你现在手上有空单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当他出现这种 价涨量增的形态的时候 你还是要特别的谨慎 手上的空单 尽量是做一个退涨 或是减码的动作 因为呢 他一旦如果突破了前波的高点 有可能再展开一波 最后的嘎空行情 那么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来看台子期的部分 台子现在月线啊 在17725 离距离啊 现在的指数其实有蛮大一段 但是呢 重点大家不要认为说 离月线很远 他就一定要回撤 因为呢 这个地方同样跟NASA一样 都是在前面高点的转折 所延伸过来的这一道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技术面支撑 那么前面两天拉回并没有跌破 这两天震荡走高啊 都拉出了下引线 所以呢搭配 整个月线开始转折向上 所以呢 我们单纯从客观的技术形态来看 这仍然是一个高档震荡 而且偏多的格局 那么今天啊 应该说连续两天 这种反弹之后 我们要来看一下 未平昌量究竟有没有出现变化 这三天的未平昌量 从78494 那么昨天啊 拉尾盘出现神龙百尾 未平昌量增加到79266 那么呢今天又是一个开 应该说盘中啊出现一个反转向上的走势 连续两天都拉了下引线 最后是多方获胜 从K线上来看 的确是如此 那么未平昌量今天也是再度增加 来到79503 虽然增加的速度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口述也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按照它增减的这个规律上来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前面两天啊下跌 当天未平昌量都是下滑 连续两天上涨 未平昌量都是出现增加 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 你会发现到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大家基本上都是出场 但是呢反弹的过程里面 大家就积极的进场 这就表示做空的人 基本上相对是比较多 那么对于行情来讲 就有机会持续的往上来做攻坚 所以不管是从技术面也好 还是从期货的筹码动能来看 目前仍然是多头战的上风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过 做指数从来都不要选边站 不管行情是涨是跌 是多是空都不重要 因为只要有行情 做指数就是永远都有机会 那么呢输家要如何来变成赢家 其实非常简单 很多人做股票做指数 不是只有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甚至长达了十多年 但是这些交易的过程里面 大家感觉上都没有办法 真正在市场上赚到钱 反而是呢 把自己的钱送到别人的手上 原因在哪里 其实并不是你不够用心 而是你掌握不到关键的方法 其实市场上能够赚钱的人 他都有自己的一套法则跟逻辑 而今天老师就是用我这20年来的 实战经验 所转化成的这些指标 用最简单最实用的方式 每天来带领会员朋友进场来操作 所以假设你就是插了这一点点的 这个关键 你只要掌握这些关键 其实你会发现赚钱真的一点都不难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 能够轻轻松松 而不是辛辛苦苦 每天自己在盯盘 跟着行情上上下下 从现在开始 把这些看盘的工作 把这些责任通通都交给老师 你只要每天跟着我的指标进场 就能够轻轻松松的成为市场上的场胜君 行情变化万千 决胜就在弹子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各位 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其实只要保持对交易的热情 找对老师 用对方法 你就能够东山再起 最后老师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